大家好 现在要来介绍 丙日主的命盘 基本的规则解说怎么分析一个命盘 然后这是一个丙虚日的一个女命 这是一个丙虚日主的女命 我们在看一个命盘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要先找出他的日主是什么 那我们看这个命盘 年月 日 时 这是一个 新卯年 丙生月 丙虚日 新卯时 的一个女命 那她是一个 阴的 天干 年年是阴的新卯 新是阴的 所以她是一个 阴的女命 所以她的大运会是走顺运 所以是 顺运是丁雾及更新任 这地质也是一样 是顺运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日主是一个丙虚日 丙虚日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火日主 这个虚是九 九月 秋天 九月份 秋天的最后一个月是虚月 的 丙火 所以这一个日主 它是一个偏弱 的一个火 因为秋天已经快要走进冬天了 其实它是一个阳的火 太阳 它在 农历九月份的时候也是 已经偏冷了 所以它是一个偏弱的一个日主 那我们要看 首先我们就要找出这个命盘 它的属性 丙火 丙日主 丙日主要什么呢 他喜欢 中间 或是偏弱 都可以接受 中间或中间偏弱 所以这一个搭配基本上 你看它是 新卯年 丙生月 然后它是新卯时 这个卯是 二月 的 金 这个生是七月份 秋天 这也是二月份的金 这也是火 好 所以这个四柱 它这个本命的地址是 二月 七月 九月 二月 整体来说 它基本上是 还蛮刚好的 可是它偏弱 它已经它没有一个夏天 所以它 基本上是 偏弱的 它有符合 中间到中间偏弱 对它还蛮调和 所以这一个命盘它属于 还算调和的本命 好 那接下来 饼 饼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要找出它的作用 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丙火呢 它要的是 它要 火生土 火 生 土 火 克 金 然后要 要木生火 所以它要玉木 这三件事 就是说 如果这个命盘 有出现 土的话 这个火 自然而然 就会火生土 就是物极 如果它有碰到金 更新的话 它就会自然而然火 克金 好 然后玉木 就是说它有 碰到甲乙木 它要玉木 那这三件事情 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如果它的命盘 出现 土 金 木 它就非得做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终究 还是要看它在玉木方面 有没有办法 让木长得好 可是如果这个命盘 它是没有木的话 它就不要担心木的问题 它就纯粹是做这两件事 好 那因为这个命盘比较特别是 我们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木 就是在 本命跟大运是没有木的 它是没有的 即使它在流年会碰到甲乙 那是另外看 可是主要这个命盘的工作 它在运势的走势来看 它是没有木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火是什么现象 它基本上还是让它调和 不要过多不要过少 走在中间 偏弱或是中间 会比较理想 好 那我们要来看 这个年 它是新卯年出生的 对这个丙趋日来说是什么现象 因为丙心 丙心 火 克 金 我克的出现在年的天干 丙心又和水 和 丙心又和 丙心又和水 丙心 和 我 我克的出天干 然后地支是卯 卯是二月的新卯 新卯是属于弱的金 对于丙心来 丙须来说来碰到新卯是 火克金 火 克金 但是火 丙心又和水 这个金 已经偏弱 他又碰到丙区 他会更不稳定 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年 就会变成不稳定 这个新卯就不稳定 新卯不稳定是什么现象 表示他的家运 这个不稳定的现象会出现在这个金 因为金它是不 不稳定的天干 不稳定的元素 是什么呢 我克金 我克为财 家运 的 譬如说是 家庭的经济 或是爸爸的工作 因为 我们的财 也论 富 所以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家 家运的状态 不稳定的家运 然后我们再来看 因为 八岁起运 我们要把八岁带进来 这个因为这个年限 它是有 1到15岁 16到30 这个是31到45 46岁 之后 好 1到15岁起码 我们要把丁酉带进来 丁酉是什么呢 是 这个是火 这是8月份的火 也是不稳定的火 8月份的火 它不稳定 而且它是丁 对于丙来说 是笔尖劫财 这是劫财 别人出现了 别人是不稳定的火 怎么样呢 因为年这个 这个金已经不稳定了 这个金不稳定了 自己克就已经不稳定了 还要有别人 帮忙 火克金 对 就会变成真财 财出天干 然后又真财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从小碰到的环境 家庭的状况 就不理想 因为这个财不稳定 又有别人出来克 家庭的因素 或者是说 亲戚朋友的 的关系 会让这个财更不稳定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运势 这个是务虚 已经走进了土 土的搭配 不是火 这是土 这是土 8月 这是9月 这是8月 8月 这是9月 9月的土 9月的土基本上 也是偏弱 但是对于前面一个运势来说 已经不一样 对于这个火 日主来说是火 生土 火生土 我的想法 我的聪明才智 我有开始启动我的想法 而且是什么土呢 是务虚 虽然他是9月份的土 也是偏弱不稳定 可是这个规模是 蛮大的 是蛮大的一个悟土 跟前面比起来是 别人出来克 那个 经是不同的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他 他不是这么的忘 就是说 他在执行上 他的 成果并不理想 可是他已经有想法了 所以他会开始 去做什么来 我们看 因为月注他代表16到30 所以要把这个带进来 秉身 又碰到别人 这个是 笔尖 秉身 碰到秉须 是笔尖 然后 火生土 秉须 他自己碰到这个 走到这个运势 叫火生土 我的想法 别人 也帮忙来生土 因为这个土 原来是乌虚 是不稳定的土 可是因为别人的秉身 这个秉身的身 是因为他是7月份 7月份的 的时候会比他自己的9月份 还要热 所以这个秉身对他来讲 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的年是从2月走进 这个7月份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高温的 这个高温可以让 帮他把这个大运的戊虚 变更旺 火生土 火是土的生命力 所以 这个乌虚 会比原来的乌虚更旺 因为 秉身有别人来帮忙 这个土更旺 所以当这个18岁这个时候呢 这个乌虚启动的时候 别人来帮他 他遇到的别人 的人际会来帮他 让他的想法 有展现 就是让他成真 就是让他可以有执行 更有这个执行力 可以去做他想法的事情 所以这个 别人就会变成贵人 对他来讲是好的 因为 让他的火变旺 他的土也变旺 火生土 火生土 这件事情 就会变得很 不错 就是更旺 就是 别人来帮他 所以这个16到30岁遇到的这个 非常有可能 对他来讲是贵人 会让他想法 是可以做的 所以 这个时间 跑进来的 对他来讲是不错 但是 可能 在 他需要 他需要呈现在 合作 因为这是别人 是跟他一样的 然后 身 虚 身 虚中间 会有一个 身有序 合金 身中间会跑出一个有 因为身有虚 会合金 地支合金 天干 克地支 我 克我的地支 别人也克我的地支 中间还合了一个 有在这里 有是金的意思 所以 我克为财 我克为财 我的工作 我的 投资 我的事业 别人来帮我 促成 或 所以这个16到30岁 他可以去做一点 比如说合伙 投资 创业 然后遇到不错的贵人来帮忙 让他的想法成真 即使这个可行性不是 忽然变成100分 可是他 会到70几分 或是80分的一个 不错 不错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己害 他延续的这个 丙生 跟丙虚的关系 会一直延续到45岁 因为这两个时间会有30年 会从16到45岁 这30年会有别人来帮忙 来 这一个28岁开始换己害 这个土呢 这个土呢 跟这个户须的土 其实不能比这个规模比较小 然后这个是 10月份的害 冬天的土 冬天比较规模 比较小的 吉土 比较薄的土 对比较弱 对于 前面一个运势来说 它是变弱的 对 这个 所以这个丙生的力道 他就需要再 再帮忙这个几害 火生土 火生土再多一点 丙虚 火生土 丙生火生土 这个 28岁到37岁 这10年的运势 基本上是辛苦 这是一个开始 然后走入一个投资 或许它是一个投资的状态 它是一个辛苦 这10年辛苦 但是会有成 因为 物及土的特质 还是稳定 土的特质 还是稳定 所以它的事业跟投资 它会走是一个 大方向是稳定 虽然辛苦 可是稳定的状态 对 因为火生土 火生土 然后还有 还有就是 我的想法 或是我的投资 是可以的 因为大家都在努力 他会碰到 这个丙生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个命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 因为 这个温度是靠这个丙生来帮忙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很不错的 一个 柳月的搭配 来 下面一个 庚子 走进庚子的时候呢 又画的不同 这是一个 一个金 金出天干 这11月 走进冬天 这亥冈是冬天 这里是冬天 亥子丑是冬天 冬天11月的羹 这是一个金出天干的状态 火 克金 火 克金 38岁开始 走进庚子 庚子运是什么状态 庚子是冬天的气流 很旺 这个规模是庚子 是旺的气流 冬天很旺的气流 我们说 它是寒流 寒流是什么特性 就是它很旺 很冷 可是冬天的金有一个特质 就是它移动比较慢 不动的状态 所以说 这个状态会让这个金 是 火克金是克得到的 就是说 它即使变活泼了 它的状态也是 就是 它是比较 不动的 那对于火克金来说 在克的力道 就不用那么费力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一个 冰日主 火日主 碰到庚子 辛丑这样的运势 这个 这两个金是不动的金 是稳定的金 财运 我们火克为财的状态 就是不错的财运 他们喜欢碰到这样子 尤其是如果你命盘的 丙丁又不要太弱 它是有能力 去克到这两个 这个时候 它的事业跟财运 就会非常 非常好 这是相当好的一个 财运事业运 对它走到一个 不错的运势 因为它不会考 它不用考虑到 金克木的问题 因为它没有木 所以它不用金克木 不用玉木 它就是 火生土或火克金 这个火克金 它碰到的金的条件 非常好 是因为 这个金够旺 它又 不动 太活泼 抓不住 这个又可以是 又旺又不动的 这两个运势 所以这20年 从38 一直到57 所以这20年 是财运很好的 财运好 很好 很好的20年 事业很好 但是因为 这个人的命盘 一直需要人家帮忙 所以他一直需要合伙 他可以从事 合伙 创业 开公司 对就是跟人家合作的运势 这20年会让他 有非常非常多的钱 可以赚 这是一个不错的运势 然后接下来走进这个任营 58 开始走进任营 状况又不同 这是一个水出天干 变成水克火 水克火 水 这1月份的水 1月份的水是旺的水 好 旺的水呢 他 对于丙来说是水克火 我的压力跑出来天干 这个时候 我们会建议他是 在事业上是 要比较保守 不要再扩了 要比较保守稳定 或者 要稍微收 因为这个压力跑出来了 代表他在事业上不要再冲了 要需要保守 而且 克我的跑出来 也要注意到健康 对这个火会不稳定 这个时候他的健康各方面就要开始注意 然后秉鑫 这个46岁之后跑出来秉鑫 秉鑫河水 鑫毛是2月份的 的鑫是 比较弱的鑫不稳定 火克金 我要克的跟我一样高 火克金 秉鑫又河水 我为了 我的财 我克为财 我为了我的财 而辛苦 就是说 他在46岁之后跑出了财 在天干 但这个跟这个年的时候跑出来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是家运 对这个家运我们记得 刚刚说 年跑出来 他心毛是弱 是不理想 他就是不稳定的金 他说不理想 然后他跑出来在时辰 也是不稳定 不理想 才开始 不理想了 对所以 再加上这个 克我的官杀跑出来 要收了 所以会建议这一个命盘的 这个女生 在这个运势 之后开始 就要开始收了 事业 要开始 比较休息 不要这么辛苦 对那 钱可能没有办法赚的 像前面这么多了 就保守 然后注意健康 对这个就是这一个命盘 的重点 好